乐歌说电影 专注好电影 大家好 我是乐歌 你知道吗 耳机是不能分开听的 音乐都是双声道 左边和右边的声音 是不一样的 分开听 两个人听到的 就不是同一首歌 这就好比恋爱 也是不能分享的 一个人只能拥有 一个恋爱感觉 可惜 好多情侣 都不懂得这个道理 眼前这两个不约儿童 站起来的人 五年前 曾经是一对情侣 那时 居然还是一个大三学生 和同龄人不太一样 她是那种无欲无求的 文艺少女 别人感兴趣的东西 她基本都没啥感觉 她喜欢的是看展览 看天竺鼠表演 这种小众的东西 而麦也是一个大三学生 她很不理解 石头剪刀布这个游戏 明明石头能很轻易的 弄破布 为什么是布营呢 人生真是不合逻辑 更不合逻辑的是 在月租两千的公寓里 竟然会有售价 两千万的房屋宣传单 和其他男生不一样的是 麦喜欢独处 喜欢画漫画 喜欢看天竺鼠表演 这天晚上 却被叫去KTV凑人数 看着一群奴力 让自己看起来不像 不良少女的不良少女 和一群奴力 让自己看起来 不像老色批的老色批 居然实在融入不了他们 刚坐到一边 一个中年大叔 就开始喋喋不休的 讲他做手术的经历 每次来到这种场合 娟都会不禁自问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与娟有着同样想法的 还有麦 被拉到KTV的塔 局出不安 真准备开溜 却被一群同学 强行挤到了里面 凌晨一点 娟拖着疲惫的身子 向车站走去 此时麦也刚从KTV出来 两人撞到了一起 可最终 他们都没能赶上末班车 索性就跟另外两个社会人 凑个局 来到24小时 居酒屋 准备等早班车 几个人互不相识 气氛略显尴尬 两个社会人互相吹捧着 麦听的浑身刺脑 忽然 他看见旁边坐着 他的偶像 他激动的捂住了嘴 可对面两人却是 一脸懵圈 麦感觉自己仿佛 鸡筒压奖 瞬间 没了激情 可此时的娟 却像是找到了 同类一样 接着 两个社会人聊嗨了 坐车 去了旅馆 居然忽然觉得 应该告诉这个男生 他也很开心 就这样 两人找到了 最初的默契 接下来 他们找到了 更多的相同点 穿着一模一样的 小白鞋 同样很讨厌 打劫的耳机线 同样精致的文清笔记 同样喜欢读书 同样喜欢诗歌 同样用电影票 当书签 甚至于 他们还错过了 同一场天竺鼠表演 接着 他们一起去唱了歌 然后一起走路回家 两人边走边聊 发现了他们之间 更多的相识之处 同样是文艺青年 同样喜欢一个作者 同样搞不明白 剪刀石头布的 游戏规则 我认识了一个 和我想法 一模一样的人 麦感觉自己找到了 灵魂伴侣 娟也一样 下雨了 两人冒着雨来到 麦的出租屋 娟一进门 就被麦的书架吸引了 他眼里闪着星光 兴奋地说 这简直就是 我家书架的翻版啊 然后他们一起 看了麦拍摄的 燃气罐短片 中途饿了 麦又做了烤饭团 娟一口气 吃了两个 吃完后 他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 把娟送上公交车后 娟约他下次一起去看 木乃伊展览 回家后 娟一刻不停地回到了 自己的房间 拉上窗帘 然后静静地躺下 他还想停留在 昨晚那种 美妙的雨里 昨晚 他翻开了 麦的漫画册 瞬间就被那些 可爱的漫画 吸引了 他真诚地说 我喜欢你的漫画 窗外不停地下着小雨 雨丝被暗黄的街灯 切成了一段一段 他听着雨声 看着麦的画 麦担心他会感冒 从浴室里拿来了吹风机 开始给他吹干头发 居然感觉有什么东西 要开始了 他心跳的声音 盖过了吹风机的声音 第二天 在木乃伊展览上 两人惊讶地发现 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 穿着相同颜色的外套 拎着同样款式的包包 看完木乃伊展览 两人又去吃东西 他们聊到停不下来 不知不觉 又到了末班地铁的时间 地铁商 麦小心翼翼地护着娟 娟心里想 他会不会只把我当成朋友 麦也在想 他会不会只是觉得 我们聊得来 据说 如果吃了三次饭 还没表白 就会变成单纯的朋友 渐渐失去兴趣 可他们又非常确定 自己喜欢的对方 两人都下定决心 下次见面 一定要告白 第二天 他们去看了楚气冠 吃了饭 聊了天 离末班车还剩下一个小时 他们一人一支耳机 听起了浪漫的音乐 气氛刚刚好 就在他们准备开口时 旁边一个大叔打断了他们 你们不知道吗 耳机是不能分开听的 就这样 大叔花了一个小时 对他们进行了思想教育 末班车就要来了 两人垂头上气 真准备离开 服务员却端来一个甜品 原来是上错了 两人赶紧点头说 要不我们吃吧 拍照时 麦终于鼓起勇气问道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回家路上 两人分享了自己 不喜欢的东西 来到路口 信号灯一直没有变绿 等待的过程中 气氛开始变得微妙 麦牵住了娟的手 轻轻印上一个吻 信号灯还是没有变绿 废话 这是行人自助信号灯 之后的一周 他们去了美术馆 画了肖像画 然后在三月 一个风很大的晚上 他们升华了这份爱情 娟在麦的家里住了三天 没去学校 也没参加就业说明会 他们整天都窝在床上 坐了很多次 在这里 还有在这里 把冰箱吃坑后 第四天 娟回家了 回家后 娟忽然发现 自己关注的一个 名叫牙医的恋爱博主 自杀了 虽然爱情的存活率极小 但他有信心 他的爱情会活下来 回家后 麦拿着一张照片问娟 这是什么花 娟笑着说 如果女生告诉男生花名 男生这辈子一旦看到那种花 就会想起那个女生 娟说完 嬉笑着跑开了 那一年夏天 娟接连几天不休不免 一直在找工作 她穿着别角的高跟鞋 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 他们租了一个低铁附近的小房子 窗外的风景很好 他们开始布置这个小家 一个喜欢的家具装饰 都能让他们开心好久 很快 一个温馨可爱的小家 就布置好了 两双可爱的小白鞋 蹲在门口 见证着他们的爱情 离家不远的地方 有一家年迈夫妇 经营的面包店 他们很喜欢那里的面包 两人经常吃着面包 捧着鲜花 在风景很美的海滨小路散步 不久后 捐去了冰淇淋店打零工 每天下班 卖都会在地铁口等她 步行三十分钟的回程 也成了他们最珍贵的时光 这个圣诞节 他们交换了圣诞礼物 又是惊人的默契 礼物都是耳机 闲暇的日子 他们就在床上 吃着零食 看着漫画 一起笑 一起哭 熟悉夜 居然没有回家 两人在一起 吃了跨年 瞧卖面 出门击败时 他们捡到了一只小猫 两人给他取名为男爵 这是龚启骏 车耳倾听 和猫的报恩里的角色 春天 麦和娟都毕业了 麦也渐渐有了一种焦虑 他本来想靠着画漫画生活 可三张漫画才卖一千日元 根本不可能支撑他们生活下去 这天 娟的父母突然造访 娟的妈妈说 出社会就像泡澡一样 进去之前会觉得很麻烦 进去之后就会觉得 好舒服啊 人活着就意味着责任 三天后 麦的父亲从老家过来了 他想让儿子回去 跟他一起办烟花场 麦不想回去 父亲就断了他的生活费 没有了生活来源 麦决定出去找工作 娟说 我还以为 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 可没钱的话 买不了书 也看不了电影 这次换成卖西装革履的 去找工作了 娟也开始准备 会计资格考试 这个夏天 不管是新哥斯拉上映 还是黄金周休息八天 他们都无暇关注 他们都在努力的成为一个 普通人 普通になるのって難しい 娟先找到了工作 麦还在苦苦寻觅 工作后为了不被孤立 不喜欢吵闹的娟 不得不去应付公司聚会 在一片嘈杂的社交氛围中 娟只觉浑身难受 这时麦打来了电话 他找到了工作 是一家物流公司 麦幸福的说 和你相遇的两年 全是开心的事 这样的日子 今后也能一直持续下去 我的人生目标 就是和你维持现状 可这种宣言太天真了 刚开始工作 麦就加入了996大军 没时间看电影 没时间聚会 也没时间读书 更没时间玩游戏 麦的脑子里全是工作 娟卖了周六舞台剧的门票 可麦却要出差 娟只得安慰说 没关系 你工作要紧 可话虽如此 一种无形的压力 却压得他们很不舒服 两人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无处发泄 他们第一次发生了争吵 转眼又到了圣诞节 两人相约去看电影 娟看得很入神 可麦却有些心不在焉 逛书店时 娟拿了一本小说和麦分享 却发现她正在翻看 人生的胜算 娟感觉一种巨大的精神隔阂 开始产生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麦提出了结婚 娟觉得有些荒唐 和三个月都没有做过爱的恋人 谈结婚 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麦其实也不明白 娟想持续学生时期的感觉 到什么时候 她是不是没想过 要和她过一辈子 带着这样的顾虑 时间来到了2018年 日子开始变得平淡 他们一整天也说不了几句话 就连男爵都觉得 这样的日子乏味无趣 这天 娟看到他们经常去的那间面包店 关门了 她发了一张照片给麦 想让她也伤感一下 毕竟 那可是存在着他们记忆的地方 此时的麦正被工作搞得焦头烂额 就回了一句 去车站前买不就好了 一瞬间 娟只觉得心里有一股莫名的悲痛 她觉得那是一家对他们都很重要的面包店 但其实只有她自己这么认为 麦被人陷害了 领导要她背锅 作为一个新人 她只能尽一切可能加班补救 躺在办公室里玩着潇潇乐 麦忽然想起了以前那些快乐的日子 也想起了那句承诺 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和你维持现状 晚上娟告诉麦 她找了新的工作 是一家策划公司 经营由漫画改造的密室逃脱 可麦却调侃道 密室逃脱不就是玩吗 娟说把玩乐变成工作 把工作变成玩乐 不好吗 这正是我喜欢的工作 而麦却义正言辞地说 工作不是玩乐 客户公司的大叔叫我去死 吵我吐口水 有时候会觉得 我就是为了道歉才出声的 麦叹了一口气 看着书架上的书 他忽然意识到 他已经很久没有看书了 麦很羡慕 现在还在坚持看书的娟 娟让他休息一下 可他却吼道 休息不了 我已经读不进去了 我只能玩一玩无脑游戏 但是这也是为了生活 一点都不辛苦 靠爱好活下去 只会让人觉得 你在小看人生 听着麦这番 呆着怨气的求婚 居然实在接受不了 这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两人陷入了冷战 不久后麦的前辈去世了 那天晚上麦准备和娟 分享一下她的悲伤 可娟却早早地睡了 麦一个人打游戏 一个人在河边坐到深夜 哭了一会儿后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 娟主动答话 可麦觉得已经不重要了 而面对麦的不理不睬 娟也觉得不重要了 对于娟的困惑 社长说 爱情容易变质 是有保质期的 比起一个人的寂寞 两个人的寂寞 更让人难受 分手再找一个不就行了 那天晚上 两人温存一夜 然后早早地起床 他们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 朦胧的天色了 2019年 又参加完一个朋友的婚礼后 两人决定分手 实至如今 他们几乎不说话 连嫁都吵不起来 虽说如此 但他们还保持着惊人的默契 他们都意识到了对方想要分手 但却都不知道怎么提出分手 兜了一圈后 他们还是坐在了一起 回想起过去快乐的时光 两人都有些遗憾 麦不甘心的说 我觉得不用分手 要不我们结婚吧 结婚后还和以前一样 一起过日子吧 就算感情变了 不开心的死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继续过日子 很多人不都是这样吗 可娟却反问道 降低标准吗 这样你会满意吗 麦说 满意 不可能一直像以前一样喜欢啊 如果要追求这种事 就无法幸福了 现在成为一家人的话 我觉得能和你过好 生个孩子 孩子管我叫爸爸 管你叫妈妈 三个人或四个人 手牵着手 一起去河边散步 推着婴儿车 逛商场 买一辆车 去野餐 花时间一起 过完这辈子 我们会成为一对关系很好的夫妻 娟必须承认 麦说得很对 这就是大多数爱情的归宿 可娟不想就这么妥协 她宁愿分开 也不想就这么将就 这时店里来了两个刚认识的年轻人 他们和当年的麦和娟一模一样 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样的兴趣爱好 一样的小白血 一样的行为举止 麦和娟看着他们 就像是在看一场 关于他们自己的恋爱回放 两人全都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 那些相遇时的点滴心动 那么近 那么远 他们就这样分手了 不过在这之后 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房子 他们还在一起生活了三个月 他们会一起吃饭 一起看电影 一起喝奶茶 一起搬家 一年后 两人都有了新的恋人 偶然遇到 他们会默契地挥一回首 下雨天的时候 娟会想起买帮她 吹头发的场景 此时的麦 竟然从谷歌地图上 发现了她和娟的身影 那树不知名的花 以及他们的爱情 被永远定格在了那里 花树般的恋爱 是图景玉太子岛 2021年上映的作品 作为今天日本最热门的影片 她在岛国的票房高达38亿日元 蝉联六周观影人数第一名 这部甜色的爱情片 不仅备受女性观众喜欢 更有不少男性观众 也被感动得涕泪横流 前半段那些可爱又甜蜜的片段 真的能把人溺死 后半段那些真实又残酷的现实 又能把人逼死 影片给我们造了一个 完全合拍的爱情梦 又把我们从这样的美梦里彻底敲醒 所谓花树般的恋爱 花树虽然美好 但花期一到自会凋零 避不开猛烈的欢喜 自然就会有悲痛的来袭 当听到麦对娟说 要不我们结婚吧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日子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 年轻的时候 很多面临分手的情侣 或许都问过这样的问题 既然在一起了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就这么将就的过下去 或许说我们不甘心降低爱情的标准 又或许越是爱的身 越不能容忍爱情里的瑕疵 很多人一生都不会遇到真爱 最终会因为害怕孤独死去 而随便找个人互相饲养 完全合拍的人相遇 已是万里挑一 合拍的人能走到最后 又是万里挑一 但我们也没必要 因为爱情的终将凋零 就害怕它的生根发芽 要知道 世间所有美好的东西 都是有期限的 生命是有限的 所以才会显得珍贵 自由是有限的 所以才值得追寻 爱情是有限的 所以才需要加倍珍惜 而当他们离去时 我们只需要笑着 挥一挥手 把它永远定格在 记忆的长河里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 关注 点赞 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